锦衣糖果铺62,消失的村落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点个赞,支持一下吧,谢谢大家 层服连夜查到了严峰曾经生活过的村落大致位置 第二天,路易和今夏前去详查 半炷香功夫,路易带着今夏回到了寺庙附近 由于知晓自家夫人爱吃肉 所以路易决定先吃好午餐再进庙查探 免得让夫人吃素斋 程熙住户不多,路易找了一会儿才发现有一处小摊 走进了闻起来倒是很香,卖鸡汤面 路易带着今夏作下,看到旁边桌食客的碗里只有极少的鸡丝 盲问 老板,这肉能多加一些吗? 老板笑嘻嘻地迎上来 这位客人实在不好意思,哪怕您加银子,这肉也不能多加 我这小摊子做了三十年,来我这吃的都是来寺庙上香又不想吃素斋的客人 每天人都有限,所以我准备的食材也有限,要是给您加了,下一位客人就没有了 不过您放心,我这是纯鸡汤底料,没肉也一样的香 您在这儿做了三十年 是的,别看我这小摊子不打眼,我这三十年可一天没中段出摊呢 老板说完又转身去煮面了,路易和金夏互相看看,说有所思 面端了上来,味道果然很好,两人都吃得很饱足 路易和金夏二人故意放慢了吃面的速度 看着食客们纷纷离开,终于找到机会,又叫来了老板 为了不让老板紧张,金夏迅速编了个理由 老板,我二十年前来过这里,总记得这附近有个村落 这一回来竟然什么也没找到,你是否有什么印象 二十年前,小姑娘你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吧 金夏嘿嘿一笑 就是童年的时候,爹娘带我来京城玩过 这城西出门啊,我印象中是有个村子的 当时因为我肚子饿,村子里的老人还给过我吃的 这不现下又来京城,想带着夫君重游故地 去看看老人还是否健在 可,怎么也找不到印象中的村子了 这样啊,老板打亮着二人 看着他们郎才女貌十分般配 心情也放松了很多 难为小姑娘这么久的善言还记得 只不过,可惜了可惜了 怎么回事 旁人我一般不说 想着你们难得来京 也不要抱着遗憾回去 这村子啊,没了 二十多年前,说不准就是你来后不久 突然一场大火 村子给烧没了 后来还来了一些官兵 把村子的遗骸给平了 现在都埋在土里 估计早就被野草覆盖了 你要有心,可以去旧址白白 但具体在哪个位置,我也记不清了 官兵 嗯,估计也是怕失衡遍野,引起意乱 怎会失衡遍野,火灾没人逃出来吗 是啊,我们当时也觉得奇怪 虽说是晚上起的火 但若大一个村子,近人人都睡熟了 听说只有一个孩子活了下来 那孩子大晚上摸黑出去抓泥鳅还是什么东西 没在村子里 今下继续追问 孩子呢 说是被之前住在村子里的一个发了家的有钱人收养了 具体我也不清楚 因为当时的知情人都死了 我也是道听途说 你们别当真 老板汉后的笑笑 今下又问了几句 没有问出什么答案 忙付了银子 告辞了 两人并肩朝寺庙走去 今下问 大人,所谓发家的有钱人 不会是颜家吧 路易楚梅 颜家的起步史 我确实了解的不多 阿里说父亲应该会和我提起过 但在陆府的书架上也没有任何信息 感觉就像被人隐瞒过一般 我们先去寺庙看看吧 好 片刻后 两人到了寺庙 告知主持后 拿到了21年前的功德册 路易者才发现原来有整整四本 寺庙是暗季度分成了四处保存 昨夜层服翻到的只是其中的一本 两人分开查阅功德册 看得非常认真 突然惊吓惊呼起来 那人 您看 路易望向他手指的方向 上面赫然有一个名字 颜淮 这个名字 路易在超颜家的时候见过牌匾 没记错的话 这是颜松父亲的名字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